律政司司長在他當選為新任這屆政府最高副支持度的官員後 首次來到立法會回應關於不告梁振英的事件 剛才我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而過往他未踏過最有趣的地方 他說他不記得了 原來他是與梁振英共事過六年 當然大家有需要的話可以看回交通諮詢委員會本身的職權 他是直接向行政會議和特首提出意見 很多時候的不同的加價他都要向行會去給意見 甚至是要定期向行會作出匯報 而期間我講的是由鄭若驊師長 我想由2004年至2010年他是貴為交支會的主席 而梁振英亦都在當時是非官首議員或甚至召集人 因為梁振英做這個行會是由1999年至2011年的 那大家可看到過去的一段日子由2004年至2010年 他們共事六年 居然當我問 эта正若驊的時候 居然便說不記得 究竟有多少是他不記得呢 的已經簽建要忘記了 與梁振英共事過不記得 她�로又只是記得 涉及私內人員才想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 這些都是廢話 作為一個司長,居然可以在議事堂裏面,我覺得就是睜大眼講大話 共事六年居然不記得,他沒有看新聞,沒有看報紙,還是隱瞞他和梁振英的關係呢 而且我們講,或者他自己都提出,在這個檢控守則 首先,prosecution code,第一版,第一條,就是independence of the prosecutor 就是講這個檢控員的獨立性,他是否完全漠視這個這麼重要 放在第一位的這麼重要的原則呢? 作為律政司司長,當然無論是大律師公會或者律師會 甚至是過去的,我們見到刑事檢控專員都發過一些聲明,甚至接受訪問 是指出,似乎我們這個律政司司長對這個檢控守則認知非常淺 但是來到今日,居然還要這樣來向公眾,我覺得是公開講大話 你怎可能六年共事不記得?另外,我要提出有一點 以往,曾經我們議會內有人輕輕提出,不過沒有追的 不過我想在這裏重新提大家,其實呢,或者就回剛才六年那件事呢 鄭若驊嘗試提出一個測試 就說大家是一些常人,合理的理解,是不是有偏頗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其實過去呢,無論是許氏人案,又或者曾蔭權案 甚至呢,即是和我都有些關係的呢,就是這個大耀廷九指案呢 這個呢,就是律政司司長授權副刑事檢控專員處理大耀廷案件 為什麼是副刑事檢控專員呢?因為無論是律政司袁國強,還是當時時任的這個楊家鴻資深大律師 都認識了Bernitai很多年,所以到最後要找David Lang 當時還是副刑事檢控專員去做這個決定 那些人不是沒有理智的嗎?不reasonable 即是我不知道什麼叫,在鄭若驊施授權什麼叫做reasonableness 什麼叫做合理性 過去有很多都是避了嫌 為什麼唯獨是他不避嫌呢? 六年這個關係,怎麼去解釋呢? 怎麼可以確保這個獨立性呢? 在剛才的回覆,絕對做不到 講回另外,有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其實過去呢 就著梁振英這宗UGL的事件呢 在2014年10月9號 我說2014年10月9號 這個律政司是發出了一個很清晰的聲明 講到明,袁國強是不會處理這個案件 是授權,當時是這個楊家鴻資深大律師 即是這個刑事檢控專員呢 是因為沒有任何的涉案人士有任何關聯 所以就由他負責的 但是最奇怪的一點就是什麼呢? 就是不知道在何年何月何日 轉回手給鄭若驊 過去不是的,過去例如我沒有記錯 就是許氏仁的案件呢 無論是哪一個接手呢 律政司是清清楚楚 將由律政司轉下去 給這個刑事檢控專員 新接任的刑事檢控專員 可能有利益衝突 又轉回給新上任的律政司司長 這些全部的整個過程呢 是有新聞稿發送的 但是這次唯獨是UGL 到今天我不明白為什麼這麼神秘地 鄭若驊在何年何月何日 突然之間在這個刑事檢控專員手上 拿回這個生死決定權 這個是絕對需要交代 而這個是只不過是一個事實的交代 但是到今天鄭若驊都沒有提過 我亦都沒有見過任何的新聞稿 這一點是非常之有問題的 我希望各位傳媒可以幫忙跟進 謝謝 剛才你提到他們倆市局 為何這些檢案 可否在司法上再挑戰 不斷刑的問題呢 還有可否覺得剛才梁君彥 在你追問的時候 他好像有少少偏好 對主席的處理我沒有太大的 總之我自己覺得 基本上我都問了事情 當然主席 我覺得所有人都有改善的空間 但是就著鄭若驊的那一點 有沒有辦法再挑戰他的決定權 當然我相信正如第一天 他出現了僭建問題 我覺得過去一年有多 他做了律政司司長 正如我所說 我只是覺得他是法治天地 當之無愧 是愧對法治 我希望他重新再想一想 究竟他是不是合適 做這個律政司司長 而最重要有一點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 就著他自己的僭建案 其實之前大約一年前 在這個特首答問大會 我曾經問過林鄭 因為鄭若驊是有機會涉嫌 是違反了盜竊罪條例 關於英文就是 Optaining Pecuniary Interest by Deception 就是說 他是一個以欺詐的手法 獲得金錢的利益 就是他這個案揭 就著這個海獅花園 他真是現在住在那裡 為什麼我會這樣 但是據了解 如果我沒有了解錯的話 那一個刑事的罪行 是好似在他之前的新聞稿 即律政司的新聞稿當中 沒有交代 沒有尋求外奸的法律意見 這一點呢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當肉眼都看得到 究竟有地庫還是沒有地庫 你一個正常的人 都可以了解到 什麼事地庫數層數 你都發現自己多了層 那你那些不是by deception 做什麼呢 即是如果一個律政司司長 是沒有這樣的原則 沒有這樣的 integrity 即是誠信的話 他如何可以做好律政司呢 放生自己這一點 我覺得絕對不能接受 律政司長 很有意見 如果這些財產賓 尤廷政司長 也有人問他們 CY Leung for almost six years As the chairman of the advisory board The chairman, Ms. Chang The second Ms. Chang Teresa Needed to go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Periodically to report that decision And to advise the chief executives The chief executive as well as the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So her answer Regarding my questions She said she cannot recall their relationship I think this is absurd And this is just a lie It's purely a lie It's so obvious And I really couldn't I really can't accept that Our secretary for justice can lie In front of council members as well as the public And this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This is not an excuse This is a pure lie So I urge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To think To recollect her memory more carefull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hen chief executive Mr. CY Leung And to use the mentioned test To evaluate whether her decision Is a reasonable And an acceptable one I think she still have a chance To correct her mistake And I hope that she will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consider her decision Thank you